网络融背世界共话影坛风云 马上进入今天的MU渡榜 首先我们来关注青年演员 易烊千玺的消息 近日她作为中国健康特使 受邀参加了2019年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青年论坛 首次作为中国优秀青年代表发言 易烊千玺在紧张之余 也透露着一丝小兴奋 很高兴能够作为 世卫组织中国的健康特使 然后参与这次论坛 很荣幸能够参加 然后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机会 让更多的人 世界上更多的人 去了解和关注青少年的健康问题 然后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当天在论坛上 易烊千玺用流利的英文陈述报告 并且倡导青少年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并呼吁大众可以关爱留守儿童 作为健康选择健康 一些健康问题 以后会继续通过我的基金会 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然后去陪伴他们的健康成长 正如易烊千玺所说 其实他在生活当中 一直持续关爱着留守儿童 早在2017年 他就和中国扶贫基金会 合作开启了同伴计划供应项目 而在去年 爱的接力2019年电影频道 供应盛典上 他为留守儿童倾情发声感动众人 如今他登上了联合国青年论坛 跟各国优秀青年分享公益感悟 引领青年新曙光 在此我们为他点赞 听到他们分享一些经历 还有一些很好想法 就感觉很有趣 然后感觉受益危险